身為跨性別者的吳怡婷 成立了台灣性別不明關懷協會 致力於幫助對自身性別認同感到困惑的族群 以前我會講說跨性別者 跟所謂的叫Intersex或是陰陽人 但是其實現在基本上就是 我們會覺得基本上你有需求 就是基本上你的性別不是在二元框架內的 其實都算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我們有在做個案諮詢 就是有人會來講說 如果我需要毛指甲要手術要幹嘛的 要心理之上我要找誰 哪邊有管道之類的 再來就是我們社群陪力 社群陪力就是像我們自己有在辦一些這種陪力 不管是幫他提高自信心化妝 然後打扮穿著儀態儀容這些 我們都有自己的講師 就是去做社群內部陪力 就是教他怎麼樣成為一個你想要的女生這樣子 每當碰到與性別有關的特殊事件 社會大眾都會前來求助吳怡婷 像之前有一個醫院他們接生到一個小孩 這個小孩完全沒有性別特徵 請問家長要怎麼登記 醫訊要怎麼登記 他們就打來我們協會 就問說這個要怎麼辦 那種傳統的醫生可能他對性別概念不是很有 所以我就跟他講 比如說性別的 身體性別、出身性別、指定性別、法律性別 然後社會性別這些東西讓他去了解 然後了解之後 再把一樣東西搬去給父母講 我們跟其他跨性別組織還有很多差別 就是我們跟媒體有很好的關係 那這樣好處是因為其實你看台灣早期的跨性別相關的新聞 都是可能記者沒有 因為找不到當事人他可能記者亂寫 社會上對於跨性別的錯誤印象也是很多從媒體上面來的 最重要的是 我們對這個社會做很好的社會教育 因為大家就會知道說跨性別裡面是怎麼樣狀態之類的 一句話叫做與其詛咒黑暗不如你能燃起蠟燭 就是說你與其去罵這個社會說這個社會對你怎麼樣 不如你成為就是改變了一個動力去讓這個社會更好 就是說像是我自己一個人講沒有用 對確實沒有用所以我要幹嘛 我要接住媒體接住所有人的力量 然後我把這些事情留下來 或是比如說推動一些事情 那以後即便只有一個人收益我做的事情就有價值